這個SniPace的軟體 你剛剛下載完了之後 像我在這邊 這裡 這裡 你剛剛下載在這邊 你可以按右鍵 然後解壓縮全部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解壓縮 那如果說有些同學比較喜歡這樣點進去的 建議同學你就按著這樣拉出來 這樣你叫解壓縮 可以嗎? 不好意思我都只會簡單的 太難的我不會 我只會這樣丟來丟去 那你打開之後 裡面就有我們今天用到的這個軟體 像我剛剛產生字幕的就是這一個 產生字幕的 那它還有呢 還有兩個 在這邊 來 有沒有一個叫做SniPace的 這個你點兩下 這個不用安裝 有沒有同學是使用Mac版的 就是你可能是用蘋果電腦的 有嗎? 我們學校可能用蘋果電腦的也許比較少一點 這個有Mac版 有Mac版 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 點兩下就可以執行 那如果你執行了之後呢 在右下角這邊應該多了一顆這個 白白的 那我等各位一下囉 你先找找看 來 為什麼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擷取畫面的軟體 你一定覺得還蠻奇怪的 幹嘛? 我有沒有用Windows內建 有沒有擷取畫面的功能? 有對不對? Windows10以後 其實還有提供幾個 好像這邊有一個叫剪刀嘛 又增加一兩個可以抓畫面的工具 可是呢 這一個抓畫面的工具真的 它把很多創意包含在裡面 所以我還蠻喜歡它 尤其是我目前工作啦 或者是這個生活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那首先問一下各位 平常如果你要把畫面抓下來 好 那直接選好範圍之後放開 是不是就直接抓了? 對不對? 如果你要是區域的話 當然你搭配你Windows上面的Print Twin 當然也可以 可是它是抓全螢幕嘛 那我們這一個軟體 你可以在這個圖上面按一下 也可以按鍵盤上的哪一個? F1 F1就是它的抓圖的快速鍵 所以我現在按一下F1 如果我要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我抓到這邊放開滑鼠的話 請問你 如果平常的抓圖軟體放開了 是不是就直接抓起來了? 可是你看 我們抓完了還可以再微調一下 有沒有 因為有些時候我可能會抓錯啊 對不對 好 那我調整完了 你看下面這裡是不是有工作鏈 有工具 好來 我們的重點在這裡你就畫一下 糟糕 這樣子好像太細了 怎麼辦? 滾輪 有沒有變粗一點? 滾輪 有沒有變細一點? 簡單吧 顏色你自己會調也可以變得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裡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箭頭 我比較喜歡這種的 所以我就會調整一下 比如說我們的重點在這裡 Cine Paste 我就把它拉上來 糟糕 箭頭有沒有太小 怎麼辦? 滾輪 這樣會不會太簡單 那當然你可以調整 好再來 這邊 這個是馬賽克 這樣 不夠大 筆刷不夠大怎麼辦? 原來你只要滾輪就好了 好 那這邊的馬賽克 我就 比如說這裡好了 我就畫下去 畫下去 OKOK 有了 好 再來旁邊有橡皮擦 他們家的橡皮擦 長得跟別人不一樣 橡皮擦一樣 不夠大 滾輪 可是呢 平常你印象中 橡皮擦就是 這畫面的東西我就把它擦掉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擦不掉 因為他們家的橡皮擦 擦的是誰? 你所做下來的這些筆跡 所以 這裡錯了 有沒有就把它擦掉擦掉 對不對 那文字呢 我通常會加出 再加一個外框 那我找到適當的這個字型 你來看一下 看一下 好 來字不夠大怎麼辦? 哎呀 對 你只要會滾輪有沒有 這樣會不會太簡單 滾輪就好了 滾輪就好了 好了 做完之後 你來看這邊 存檔複製沒問題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圖釘 按下去 有沒有就釘在上面 對不對 就釘在上面便利貼 可是這樣子很礙眼耶 怎麼辦 滾輪 看看誰這樣才不會影響到我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看過人家在螢幕旁邊貼便利貼的 可以 對不對 我就可以切過來這邊 切過來這邊 是不是都OK 有沒有發現便利貼會置頂到這邊再來比對 所以你要比對資料有沒有很簡單 各位 重點是下次開機這個還會在好嗎? 所以真的可以拿便利貼啦 下次開機的時候這個會在 正要問 對 下次開機會在 請問可以只有一個嗎? 可以有兩個三個四個隨便你 他還可以分組好嗎? 很好用 所以你需要大一點小一點都可以 那 除了這個功能還有什麼? 很重要的 我再抓一個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好 剛剛有做這個 F1有沒有 我就抓一下 那他有沒有快速鍵 有 各位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我在畫面左下角有沒有看到一個 這裡 但是 我如果靠太近他會消失 所以你看一下他有快速鍵 你也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比如說我再定一個 好 滾輪滾輪縮小 我就可以放在這裡 那我如果在這邊 好 再抓一個 如果你要跟上一個一樣大 可不可以? 可以 有沒有看到一個快速鍵叫R 我看一下 這裡沒有 有一個Repeater 你按一下鍵盤上R 他就可以 就是跟上一個一樣 好 我再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 好 各位 那這個不要的 你可以按右鍵 你來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叫關閉 一個叫銷毀 你覺得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一樣他就不用做兩個 這個呢 我們在資料夾打開來看一下 事實上你抓下來的時候 他會存在你剛剛的那個 軟體的資料裡面 好 那我今天如果是按關閉 其實在這邊還會在 那如果是在這裡 按下右鍵銷毀 有沒有發現馬上不見了 那麼既然關閉了 他當然也會消失 什麼時候消失? 關機的時候他會消失 也就是說如果我剛剛是選擇關閉 他會在你電腦關機的時候 把這個沒有丁權在上面的 就會把它刪掉了 所以下次進來就只剩丁權的 這樣了解? 好 所以這個是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他還有一個很好用的 什麼樣的行徑各位用到 我先問一下各位 你有沒有一個情形是 剛剛我抓了剛剛那個圖片 結果像我剛剛把它刪掉了 關閉又銷毀了 如果你還要剛剛那一張怎麼辦? 各位如果我把這個網頁關掉了 那我那個畫面不就沒了? 也抓圖也清掉了 請問你該怎麼辦? 只好摸著鼻子韌了 當然不行啊 我們一定要努力叫回來有沒有 所以剛剛那位同學 我們不會忘記你的 有沒有發現我們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你曾經抓過的都還會走 你看到我用的快速鍵是什麼? 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倒數第二行 回溯螢幕擷取歷史 它預設幫我們記住 你最近二十次抓的 所以你只要按鍵馬上的 動點跟句點就可以 那麼你看喔 如果我這個不小心字寫錯了怎麼辦? 你看我剛剛已經抓下來了 字寫錯了等一下 你就回到過去啊 你們沒看過那部電影嗎? 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回到未來 不好意思 你們的年紀 那部電影還沒有看過 那這裡你看 我就回到文字 有沒有可以改? 大小可以改 萬一抓圖範圍不夠大 沒關係 老師說你可以反悔 你怎麼反悔都沒關係 有沒有發現你抓了範圍還可以再重新調整? 有沒有感覺到 跟我們一般單純的抓畫面軟體差很多 它把很多的創意都放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我很喜歡它的一個原因 即使我把這邊關掉了 是不是都還在你的二十次裡面 你都可以很輕鬆的再怎麼樣 再找回來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有需要的 調整它的這個抓的次數 就是讓它技術比較多 你可以到偏好設定裡面 你可以看到抓圖裡面 就有一個動作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最大歷史紀錄二十次 你可以自己調整 如果你覺得二十次 你的人生想要再反悔更多次的 你就可以改變一下 來吧 給各位玩玩看 快速見 F1 來